你怎么唱呢 哈喽大家好我是快乐之老高 咱们今天来讲地狱 beauty 咱们今天来讲地球监狱说 一听名字大家可能就知道什么意思了 就是说地球啊 其实是一个外星人的监狱 就是个监狱 挺爽的 他们说之所以你觉得过得还行 是因为你没有看到外面的美好生活 比如说你是从小就在监狱里长大 你就会觉得这还可以 这个呢是美国的一个著名的生态学权威 他叫艾利斯这个人提出来的 那么作为一个生态学家 莱利斯他为什么觉得地球是个监狱呢 他提出了四个理由 这四个理由呢其实是四个人的生态特征 就感觉人特别不符合地球这个生活环境 第一个呢叫腰痛 腰痛这事儿吧 好像只有人有 他说的不是我说的 你腰疼过吗 我腰没有疼过 但是呢上岁数人腰就会疼 为什么人会有腰痛呢 从生态学的角度来说 就是因为重力 就是按照地球现在这么大的重力来说的话 中大型的动物 他都不适于直立行走 所以除了人之外的 就比较大一点的动物 都没有直立行走 我记得以前老师跟我讲说 人之所以直立行走 是要腾出两只手来干事儿 你要腾出手剪片 对啊 但是啊 按照现在目前的地球上挖掘出来的化石 最古老的人类化石 是在三百九十万年前的 叫做南方古猿 它呢就已经是直立行走 如果说人呢 是从猿猴进化过来的 那么人类的祖先就是突然间站起来 这就是特别奇怪的事情 说为什么这伙人突然间就站起来 那么再说第二个证据 人类的皮肤啊 过于脆弱 我尤其脆弱 他说啊 简直太脆弱了 人类啊 它这个皮肤特别不适合在地球上生存 特别怕阳光 正常的动物啊 你在户外生存多长时间都没什么关系 但是人呢 这个皮肤如果叫太阳照个十分钟啊 就可能会过敏 照个几个小时啊 你就会有烧伤 地球上除了人 其他动物都没这问题 那么大家可能会觉得 人是没有毛嘛 你也动物都有毛 但是人为什么没有毛 进化来进化去 结果把这最重要的东西进化没了 怎么能行 必须为了挡羊块穿这衣服 这就不符合进化论 你看人都这样保养 又防晒霜又是各种保养的 防晒霜过敏 不擦呢 紫外线过敏 擦了防晒霜过敏 就人啊 真是太脆弱了 我估计啊 人如果从外星来 那个星球啊 离太阳的相当远 日照并不很强的 第三个呢 就是生孩子十分困难 这个是人类明显 要困难于其他所有的动物 其他动物都不需要节省 在草地里边 在什么地方都能生孩子 人类之所以生孩子困难的原因呢 就是人啊 投胎的 婴儿的投胎 特别是咱们俩 特别是咱们俩 所以我就不想要孩子 我觉得挺困难的 对 咱们的孩子 头的超大 你说人头大的话 那这个马生出来 小马也挺大的 他生出这个马 小马他就立刻就能跑 对 我觉得好厉害 这也是为了他的生存需要的 生下来他不能跑的话 那狼啊 你把他吃掉了 所以他生出来就能跑 所以他肚子里长得很大 才生下来 他也能生下来 那人不可能生下去就能跑 正常的像哺乳这动物啊 他生的孩子应该多大 你看熊猫没 熊猫那么大个 生出的小孩那么小 这属于正常的 熊啊也好 狮子老虎生出的都很小的 他不怕别人攻击啊 所以他就给你生的小一点 他可以去抚养它 小狗一胎啊 生十几个呢 每个都很小 人就做不到 不是都生了吗 多了 生五六个吧 四五个也有了 对不对 反正不生一个 那么作为一个生态学家的 这个艾丽丝他就觉得 说人类作为计划的顶点啊 这生育难度啊 它不符合自然环境 你这么计划来 人早就给灭绝了 人和其他动物 还有个特别不一样的地方 就是人特别容易得慢性病 慢性的胃炎啊 老高有慢性胃炎啊 动物没有 而且呢动物啊 特别不容易生病 人特别容易生病 温度变一变了 就感冒了 而且人的食物 不加工就不能吃 吃了就会生病 但是猫猫狗狗 他们就是吃生的 完全不会生病 他们肠道就强大到这个程度 但人类就做不到 特别是你做不到 我完全做不到 你给我喝瓶牛奶 我就猝死了 还有就是比如说冬天 不生火 人就得死 冻死 那么你想人作为一个 自然的产物 哪有任何一个动物 它会生火呀 而且小的时候 家里那边没有地热 只有暖气嘛 就没有现在那么暖 就是手指脚趾 全是冻伤 对 你动物完全没有问题 你像猫猫狗狗冬天 就在外边都能过 它不行 它不行 不过你就说它不行 它到现在从来没有生过病 天天吃屎都不生病 有点憋 这就是人类做不到的 不是吃屎就已经做不到了 就不用说不生病了是吧 它不是吃屎 它是看你总把屎间走 它就觉得应该是个好东西嘛 它看见我吃了 它觉得你肯定抢着先吃 好吧 而且爱丽丝博士强调 这些问题啊 并不是说现代人才有的 是自古就一直困扰着人类的一些问题 综合以上四点 这个爱丽丝博士就觉得 人绝对不是进化出来一个高端的产物 人除了脑子非常发达之外 剩下都特别不适合这个地球 你想想 人甚至连个狗都打不过 对不对 你怎么可能征服地球呢 皮肤又这么弱 不加热就不能吃食物 然后天冷了还得生火 跑得又不快 冷了也不行 热了也不行 还容易得病 还容易得慢性病 然后腰还疼 对不对 然后这就是繁衍特别困难 那么说咱们不适合地球 我感觉就像什么 现在俄罗斯朱尼缺黑人一样 就点这种感觉 而且这个博士还提到 就说有些人觉得在地球上 完全没有归属感 感觉在这生活又孤独又冷漠 那我应该是地球人 是吗 你有归属感 我喜欢孤独 我就特别喜欢一个小地方 然后黑黑的 我就静坐三个小时什么的 你有幽闭喜欢这样子 对 那么如果人类 真的是外星人 关在地球上的罪犯 我就想了 那人类的祖先 都相当牛了 以前就在这个宇宙中 到处侵略 但是走到一个文明 打不过人家 就让人家给灭了 然后他就把我们 封闭的这个地方 为什么不杀死我们呢 作为一个高等文明 他可能不忍心灭绝一个物种 于是把仅存的两个人类 亚当和夏娃 扔在地球上 让他们在这自生自灭 他的意思就是想 在这个地方的话 你要能活下来就活下来了 这个环境反正适不适合你 我也不管了 给你一线生机 他后来发现人真的活下来了 所以又派了一个使者来 给了人十条戒律 你既然以前是坏人 你从现在开始 按照这十条戒律 去重新做人 就是咱们是劳改犯呗 劳动改造 要不神怎么下来 先给了十条戒律呢 对不对 实际就是这么回事 摩西上山山岭的就是这玩意 后来人的本性还是表现出来了 人终究是一个很暴力的动物 它和普通动物的暴力 它是不一样的 像狮子老虎 它是为了生存 它绝对不多杀一个动物 它吃饱了就完事 但人不死 人是爱好人 真的 人不会因为说 我想吃另一个人 我干掉另一个人 它是靠欲望的 变态的杀人狂魔 动物好像不会有 动物没有变态杀人狂 作为把人当初 扔在这个地球上自生自灭 就是扔在这个监狱里 自生自灭的这伙人 他们也想了 你要是一旦发展起来 那你就互相残杀好了 无所谓了 你在地球互相残杀 反正通过我的能力 让你不知道 外面的世界有什么 就可以了 所有人啊 怎么观测 也观测不到其他的生物 他就不让你观测到 他用了个结界 把你缝在里边 你一旦观测到 你不就开始侵略了 抢夺别人的资源去了 是吧 所以人类 你怎么观测也没有用 跑不出去的 那个文明太巧大了 他既然能把我们祖先灭掉 只剩俩人 他想让我们什么都不知道 就能什么都不知道 可是这么不适合地球生存的一个物种 为什么能活下来呢 就说明祖祖先还是强大呀 就是说即使我这环境各种各样不适应 是吧 我本身是吸二氧化碳的 这全是氧气 我也能活下来 对不对 你说人的本性都是坏的残暴的吗 其实是这样的 你也是这样的 本性是这样的 所以人啊 从小就开始进行道德教育 不断的告诉你要做一个好人 但是我们不用告诉他 你要做个好狗 哈哈哈 所以人就是一个强大的物种 但是呢 是这个宇宙里最坏的物种 那么这个理论其实和我们一开始说 外星声事物创作课也不矛盾 阿努纳歧不是说来挖金条吗 挖金条这事也是重体力劳动 这也符合囚犯在这改造来 这么一个特点 就是说阿努纳奇这帮人 其实就是看守我们的人 然后呢 顺便就挖挖金条 就是个奴隶 就是个奴隶 如果地球是个监狱 那肯定有狱卒啊 又看守我们监狱的人才行 这看守是什么 狱卒非船 这是一种说法 有人说我们经常看到UFO 非敌 这就是他们时不时来看看 人类到什么程度了 有没有可能突破这个结界 又开始侵略 还有人说就是月球 月亮我们以前的视频说过 它是一个非常独特的天体 它是不是自然形成的也不知道 但是呢 按照它的大小来说 按照它的运行模式来说 怎么看都不像自然形成的 那么很多人就觉得 这个月球 其实就是高等文明 设置在地球边上 就这么环绕着 监视地球这么个东西 他们这伙人在不在月球上 不一定 但是这可能是个装置 这个装置就这么看着地球 那么很多宗教学者 觉得看着地球这个东西 就是天使 这个宗教里面出现这个天使 在最古老的文献里 叫做Watcher 就地球守望者 他们就是看着地球的人 还有一些宗教学者认为 我们现在这个肉身 其实就是我们的玉符 为了束缚住我们 不逃出地球 就给了我们这一套很重的衣服 其实我们呢 就是一种意识形态存在的一种生物 按正常情况下 我们想去哪就能去哪 为了束缚我们这个无形的东西 他就给我们制造了这么一套衣服 把我们牢牢地定在地球上 因为万有引力嘛 吸引人家 我们飞不走了 这也符合什么 女娃造人 女娃造人在捏 捏什么东西 捏的就是玉符 捏出了一个 灌进去一个灵魂 这个灵魂就锁在这里了 就走不了了 那这轮回的时候 可能表现好了就放走了 就可以回去了 升天了 就升天了 或者我们就要在这受一辈子的苦 然后死了之后就直接回去了 就是服刑来了 服刑来了 刑满就释放 对 刑满就释放 特朗普他们算是 分域里边的玉头吗 你要说到这个 就又有一种说法 那么前两年有这个冷静事件 斯诺登就说美国 他们政府机关正在监视全美国 甚至全世界范围内 所有人的通信设备 就美国为什么要监视这么多人 你看美人 背面在那个金仨上面 有只眼睛 你知道吗 你知不知道为什么光明会是一只眼睛了吗 他们是玉头 没错 他们所做的事情只有一件 就是监控这个地球 嘿 嘿 嘿 好